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台灣人 因為我一直都是 就是very proud to be Taiwanese 她是台發混血兒杜諾威 21歲的她是2023年 台美小姐第一公主 身為賴清德海外青年團的競選 巨溝 這一次選戰也提前在台灣 陪同候選人掃街站路口 也一起參加造勢活動 樂會的大美 樂會的高評館 我也是大美的高評 再次的領先 溫流的勇敢給台灣人 用台語跟民眾擲鋼琴 杜諾威擔任外國官選員 直言台灣選舉很好玩 今年身為首投足的她 也分享對2024大選看法 如果我們這一次就是選錯的人 全世界會覺得 台灣就是要繼續做 這另外一個方向的一個路上 我覺得就是要往世界走 然後就是交很多朋友 不只杜諾威她的母親張玉芬 長期旅居美國 同時心系台灣 同樣也積極參與喬務工作 這回在選前特地回到台灣 就是要投下手中珍貴一票 我覺得因為住在國外 還更深刻的去感受到 這份投票的價值 一定要投下這一票 再跟世界說 台灣是屬於民主的 是自由的 是愛好和平的 我們不是極權 自由和極權的選擇 讓僑胞自主回到台灣 同樣是台發混血兒 他是高麗農 這回全家一起回來了 中國的壓力今年比較嚴重 全家都回來投票 為了就是珍惜台灣 然後鼓勵台灣要變得更好 投票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去想大方向 2024這場關鍵選戰 將決定能否讓台灣 持續成為世界的台灣 下集中的郭斯文 宥文太報道